剛剛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欸?你還沒有回答 對不起,我完全忘記 剛剛多音 可以再講一下你的問題嗎? 就是相對於主流媒體 主流媒體它取悅的是 喔,你說獨立媒體怎麼活下去 就是要面 因為獨立媒體其實取悅的是人的良知 那跟主流媒體取悅人的欲望 這點來講,那再往後 你應該怎麼去繼續去開戰 繼續去發展這樣子 沒有那麼的惡分啊 就是取悅欲望 沒有那麼的取悅欲望也是有良知 主流媒體有很多良知啊 你這邊有主流媒體的惡分 沒有,它本來就不是那麼的惡分 就是它當然會有比重上面的差別 那,欸 怎麼去 你是說 你是說 我不太懂是它怎麼去生存下去嗎?還是 對 雖然說我們看到這幾年 其實慢慢獨立媒體的 喔,很簡單就是捐款給它 不然你就想怎麼上去想 那給它錢它怎麼活下去 就等下那個箱子就多放一點 不是,這是一個很實際的 很實際就是 就是說 我們常常會說 啊,這些怎麼活下去 就是沒有錢嘛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希望有好的東西的存在 你本來就要去付出 因為你在看電視你有付錢給它 對不對 你看第四台 看TPBS 或是看三立 你不喜歡你還是付了六百塊啊 那六百塊給第四台 系統業者 給世信友這些電視 給大洋 給國生 那他們也是會付錢給TPBS啊 所以你只有付錢給它 然後你就罵它很爛 那你為什麼要付錢給它呢? 那你覺得我們很好 那為什麼不付錢給我們呢? 就其實你是在付錢耶 就是你是在做一個經濟上面的支持 你不是一個 因為想說你不是 就是你有兩種經濟上面的支持 因為一個你訂了第四台 就付錢給它嘛 第一個 因為你訂了第四台 它的收視率高 廣告主就會買它的版面 所以廣告主因為你而付錢給它 所以它因為你而 他賺了兩次的錢 可是我連你一次的錢都賺不到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所謂的社會支持的系統 對就是怎麼樣 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去支持它 那這個就看社會怎麼樣去做 就像我常常在講說 例如說好了 既然講到這邊 我們就剛好來講一下我們的事情嘛 就是我們公民行動理資料會 其實是很特別 原本是國科會的計畫 這個國科會計畫就是很奇怪啊 就是專門讓我們去拍一些社會日動 那後來這個計畫 因為一筆錢每年都會有錢 可是到了2002年 101年的時候 2012年就是前年的7月底 就已經沒有錢了 那就沒有經費 那我們就開始面臨到一個窘境 就是我們該不該活下去 因為我們其實內部就有一些的討論 我們覺得說 我們其實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例如這些 簡單來講 例如說 像這個 像我們其實會做網站嘛 那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 在2007年到現在我們已經超過1700折 我們自己拍的東西 那1700折其實也早就超過應該將近2000折 那也就是說到今年這個時候 我們大概已經拍了將近2000折的影音 社會運動的新聞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這個社會 因為從2007年到現在已經有2000次的抗震 可是我們都不知道 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為什麼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從火星回來 所以不知道地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已經有超過2000 那這2000折絕對是台灣所有的主流電視新聞台 所有的總數 加起來的總數我們可能都超過 那我們所有拍的東西呢 幾乎都是採取所謂的CC授權 因為我們覺得那是公共資產 所以除非你是商業的使用 要不然我們都不會跟你收錢 所以你要拍紀錄片或是幹嘛 像我今天還有一個出版社 一個中小學的出版社 漢林他要跟我們要一個影片 就是在談丟邪 丟馬英九去台中 然後去丟邪的那個影片 為什麼要給老師看作為補充教材 那為什麼要給老師 因為現在很多高中都叫公民不服從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公民不服從 我們有拍啊 所以我們就告訴他什麼叫公民不服從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曾經做過的一些事情 那我們以前經費還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其實還會做Live轉播 可是現在大家都會Live 我們也沒什麼好Live 就不用管他 那我們還有做一些比較有趣的 這種網站的再生 待會我們有時間再跟大家講 那我們也訪問一百多個看國光實話的這些影片 然後我們那時候有錢的時候 還辦國際研討會 然後還做了一些活動 那也跟中國的學者 也到像紅雅書房 我們曾經來到紅雅書房去做一些分享會 好 那各式各樣的議題 那我們曾經有錢還去培養公民記者 那個非常有名的公民記者大暴龍 就是我們第一期的學院 那他就是我們的課程當中培養出來的 對 那我們還做內部的賠力的訓練 因為我們覺得記者通常對議題都不太懂 所以我們就找一些議題 這部分議題的參與者來做這個教學等等 那這是我們上課 這是內部上課的過程 那我們現在大概有兩個專職的人 那兩個專職的人 就是都是拿固定薪水的 那薪水一個都差不多兩萬八兩萬九左右 然後我們這六年來拍了這麼多的類型的東西 OK 那也做了一些專題 那我們甚至還有一些國際之間的合作 這是我們拍的一些畫面 那我們最近也跟像香港的媒體 馬來西亞的獨立媒體 大洋洲的獨立媒體 我們也都做合作 那各式各樣的議題我們大概都有拍 雖然我們只有兩個人 那像反和遊行我們也有兩個人 但是我們拍四個地方 就是北中南東都有拍 只是把人切成一半之類的 沒有啦我們就會找 我們還有一些part time的 就是案件記仇的一些朋友 那所以因為計畫在前年就結束了嘛 前年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討論說 那我們該怎麼辦 可是我們覺得這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在寫歷史 就是說如果有一百 就是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歷史 那如果一百年以後有人要研究台灣歷史 看的是電視新聞 那他一定會覺得台灣是住了一群瘋子 而且只有少數人是瘋子嘛 可是明明這個社會裡面 有很多人為這個社會而努力 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 我們從來都沒有讓這些人好好的說話 所以呢我們那時候就快結束了 快結束之前呢我們就出了這一本書 那出了這本書其實有兩個目的 一個目的是希望我們所拍的東西 除了影像之外 我們也能夠讓這個從火星來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們除了影像之外 我們希望透過文字呢 就是寫得淺顯易懂 就是要給各位高中生看的 我們設定的對象是高中生 那這把2007年以來我們所拍的影片 分成幾個主題文字化 那如果說你要了解大福事件 你要了解整個台灣的都根的過程 你要了解台灣的科學園區 你要了解台灣最近這幾年性別運動 我想這本書應該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那一方面我們是要去寫給火星人看的 給一些對台灣社會議題不了解的人看的之外 另外一部分其實坦白說 我們並不知道前結束我們能不能夠活下去 所以呢 我正在這本書裡面寫了一個序 這個序的名稱叫做即便消失了 我們仍舊存在 這其實是一個目字名啦 就是說 因為我不知道我們不能活下去嘛 那我總是要對我的人生的某個階段 或是我們這個團隊的經營的某個階段 要做一個交代 所以就寫得即便消失了 就是我們這個團隊消失了 沒有錢消失了 可能我們依舊存在 一方面是這本書記錄了 另一方面在網路上面 你們都可以看得到台灣的七峽五翼 就是說你在網路上面就會看到 這些為這個社會不斷努力的人 他們在過去所做的事情 那這些都被記錄下來 所以在我們的網站 在YouTube上面 在公視的PayPal的網站上面 你都可以看到我們這些東西 那起碼如果我們真的團隊消失了 我們對這個社會 或是對我們自己所做的事情 還有一些交代 那因為新書發表會 所以因為這個出新書 就必須要去參加新書發表會 那參加新書發表會 剛好那個農村武裝青年的阿達 也那個發表新唱片 那我就利用他說 我們來辦新書新歌發表會 那他就傻傻的就答應了 沒有他也是想要利用我 反正我本來就很好 沒有但是還有贊助他出第一張專輯 對然後我們就在高雄在台北 就辦了幾場 然後在不同地方就辦這個發表會 然後在高雄的山魚書店 那時候還沒有開 還沒有開 那還是在一個裝潢的過程當中 那我們就講完了唱完了 然後很熱 七月多的時候 然後又沒有空調 然後就滿身四汗 然後就很疲累 那突然間就有一個年紀 跟我差不多的人 跑來跟我們聊天說 你們很辛苦 就你們很辛苦 但是我沒辦法做什麼 不然這樣 我管給你一萬塊已經 但是雖然七明天覺得他在唬爛呢 還是很樂切的說 好謝謝你 然後立刻用了他的名片 電話 立刻留下來 然後回去之後 馬上寫信給他說 謝謝你 非常讓我們感動 你是我們支持下去的重要的力量 從今天開始的 我會更努力的 我會更努力的為台灣社會 我講的大部分 有的沒的 然後時間就一天一天過去了 然後一個禮拜一個禮拜過去了 然後這位先生都不理我 突然間有一天 有一封信說 他寫來 他說 不好意思我這一陣子都在國外 我已經匯了三十萬台幣給你 那 他真的匯了 然後我從那一刻才 真正的確認一件事情 叫人間處處有溫情 這句話 不是假的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感動 那個對我來講 或是對我們團隊 是一個非常激勵的一個力量 就是有人願意來捐錢給我們 願意讓我們持續的去運作 那表示我們做的事情是有價值的 表示我們做的事情是有人看到 表示我們做的事情 其實不是一個純粹的理想實踐 而且它是有活下去的可能性 所以因為這個關係 我們就到處去演講 那例如說這個去 那個哪裡 就是長榮大學 然後就有一個同學啊 在外系的同學 然後就拿了一張紙 然後打好吃 然後都寫說 感謝公視及公民 其中也知道 據我所做的電視 僅存的清流媒體 第一次被他叫做我們是清流媒體 覺得非常不自在 以及不習慣 但是還是很開心 然後但是這一方面 是在心靈上面得到開心 那另外一方面 當時也得到非常大的物質的開心 就是講完之後呢 那個長榮大學老師啊 就站起來 就對著同學的面說 各位同學 我們這是兩班 一共有多少人 同學說104人 然後老師就說 好我每一個人送你一本 公民不能寫 喔 對 然後他真的買了104本 然後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演講的時候 又同樣的在講這個故事 所以我都在這裡還是在講一樣 就是 那這個就是我們 就是當時為什麼要帶阿輝來的原因 並不是要講 這個確實是為了要來賺錢 不是阿輝 就是達成這位朋友的心願 就是獨立媒體 要怎麼活下去呢 就是很簡單就是支持 就是支持他 因為他不可能換到收視率 好 他不可能換到收視率 他只不過就算收視率跟他也沒有關係 那他也不是月報率 好 那就算月報跟他沒有關係 那他來的很多的是來自於各式各樣的支持 那所以我們現在其實 做了一些事情就是 就是一方面在這裡去 一方面例如說到處賣書 可是坦白說 賣書能夠得到的獲益其實是非常少的 之所以如何少呢 其實問一下弘雅書房的余國姓 就會知道到底如何的 他沒有來啦 他沒有來 有是是 好 你就會知道到底有多可憐 就是賣書很少 就是書店賺的少 然後出版者其實也一樣賺的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我們其實也會用一些不同的方式 來能夠去讓我們更多的生存 例如說 很好玩 就是像我們跟優質新聞發展協會來做合作 那我們會 這個我們的影片其實在華視新聞資訊頻道 MOD也可以看到 在新聞台還沒做好 那可以看得到我們的影片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的六點半 五點半到六點 那我們那個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他們會有一半小時的節目 我們是其中的一個片段 那我們有點像賣新聞的方式 就是我們提供給他 然後他說給我們一筆錢 那大概就幾十萬 二十萬的經費 那然後還有跟公視合作 那其實我們開始也跟很多的 國外的非營利的媒體合作 包括像蘋果 那剛剛這位朋友其實好像有提到說 其實這些生存或者是怎麼樣 讓更多人看到 其實蠻好玩的齁 我最近接到了幾個主流媒體的合作 就例如說一電視也要跑來跟我們合作 那但是我並不太願意 因為要拿巧 不是啦 就是說因為他希望我們的影片給他用 但是他沒有 他就是他可能會自己去擷取他們一樣的東西 可是跟我們原來初衷不一樣 然後還有一個新的網路的平台 要做一個手機apps 然後要跟我們來談合作 所以其實他是有一些活下去的機會 在一個 一個並不是那種那麼商業化的狀況 是要活下去的機會 那我們也跟很多的國際媒體之間 也產生了一些合作 那所以我們 我們在下個禮拜六 下個禮拜六我們會正式成立協會 正式成立協會就是可以募款 真正的開始募款 而不是用這種偷偷摸摸的 這種募款然後可以開收局 那就是因為那30萬 讓我們更有信心說 可以持續的做下去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目前的 大概我們大概有一年多 是完全 就是國課會的經費結束 大概已經快兩年的時間了 但是我們還沒死 算蠻厲害我覺得 因為我們原本預計九點結束 不過沒關係 我們本來就是 台灣圖師本來就是 客人還在 我們就不會管 客人不動 我們不動 那個 就是 對啊真的 我們這一次真的是 很感謝老師 因為老師真的是 平常 因為尤其今年又當那個 中生大學 兼了行政職 那個藝文中心的主任 然後平常就是 你也知道政府 越亂搞 媒體記者越要忙 那老師也更忙 這樣 就到處要去辦講座 還要去教同學 媒體試讀 你們要怎麼看媒體 才不會被騙 這個時候還願意抽空來 為我們那個 我們嘉義士 為我們高中同學 為我們其他所有人 為我們辦這場講座 真的 大家再給老師一個掌聲 謝謝 當然 最重要還是 行動要帶來改變 就是 付款下在這邊 大家就自己來 來打賞 對對對 對啊 今天 那個庫長在這邊 就是買書送簽名 這樣 當然就是 其實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原因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借此 認識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 這個獨立媒體 就是包括 大家其實在網路上 就可以開始看 就是看你有興趣的議題 不用說每天就是看著第四台 看著電視 網路上其實還有很多 除了我們公庫之外 也有更多 越來越多的獨立媒體人 願意站出來 看到 就是報導他們看到的真實這樣子 那順便再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因為 林義雄前輩 就是之前走過千里苦行 他現在發出那個 4月22號要禁食的一個行動宣言 那我們自己是台灣圖示 自己是 因為想 現在還想不到什麼事情可以做 可能 最後可能 4月22號之後 我們也許 也有發一台車上去 陪那個前輩進座也不一定 但是現在有的方式就是 我們前面有那個 核四公投提案的連署書 歡迎 20歲以上 不好意思同學 我們20歲以上連署才能用 就是 大家 可以的話 等一下也稍微填寫一下 然後交給我們 我們會統一 繼續給那個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這樣 就是大家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今天就是 謝謝大家 等一下就是會後 要跟老師繼續聊 老師應該都還在這邊 反正你們人多 就擋住他的去路 這樣 就 今天就是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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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